电影下看陪你砍大山,欢迎来到虾机二看,我是小鸡 记得我在外上学那会儿,没少听同学给我讲学校里的怪事 好像所有学校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前身一定是火葬场或者医院 不然故事里肯定缺少点惊悚感 不过今天这个故事可不一般 一群小孩子闯入旧校舍,竟然误打误撞亲眼见证灵异事件 他们究竟见到了哪些怪物 一起来看这部经典的日本恐怖片《学校怪谈》 一,传说在银杏杏秋小学的旧校舍发生过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像那个家喻户晓的玛丽的电话一样 门卫老爷爷被不停响起的电话铃声引诱 每接起一次电话,玛丽就会接近一分 直到走廊上的电话铃声响起,老爷爷直接被漂浮的西瓜头生吞 随着穿着红裙的女孩缓缓消失 这座旧校舍的秘密即将被人发掘 上学路上,两姐妹听着学校的鬼故事 机灵的姐姐亚树发现其中破绽 一时间让同学们哑口无言 今天是姓邱小学的节课典礼 所有孩子都懒懒地提不起精神 男孩严辅因为昨晚熬夜打游戏差点迟到 小军更是拜托自己的双胞胎兄弟阿姨取回成绩单 调皮鬼江泰没有放过最后机会 不仅不小心将一尊陶土雕塑破坏 还假装无事发生飞快逃离现场 孩子们迫不及待开始假期 班主任却在校门口出现意外 同学路漫天飞舞惹得孩子们一哄而上 关键时候上课铃声救了他一命 学生们一哄而散 只留他自己收拾残局 好不容易进入学校 孩子们又将他团团围住 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教室房顶 班主任定睛一看 天花板上赫然出现一枚小手印 通红的颜色让大家猜测是鬼娃娃花子留下的痕迹 不过按理说花子应该出现在卫生间 这个手印明显是有人恶作剧 果然老师稍用伎俩就让江泰露出马脚 看着他通红的手掌 班主任罚他放学留在教室打扫干净 听完假期前的最后一番叮嘱 孩子们一窝蜂涌出学校 得知妹妹美夏忘带话笔 鸭树不仅不帮忙 甚至还用花子的传闻跟妹妹开玩笑 说不定会在右边第三格遇见他哟 美夏被姐姐吓到 飞快跑进教室找到彩笔 在门口换下室内鞋时 他被一只突然出现的足球吸引 足球神出鬼没 最后竟带着美夏来到废弃的旧教舍 顾不上老师的叮嘱 他好奇地钻进木门 只见走廊里满石灰尘 到处都挂满蜘蛛网 兴致上来 他将所有鬼故事抛在脑后 不仅跟随足球来到二楼 更是被一卷突然出现的卫生纸吸引 看着废弃已久的卫生间 美夏似乎已经忘记 有关鬼娃娃花子的故事 要知道 传说中的花子在卫生间的第三个隔间惨死 一夜之后 裙子被鲜血染红 之后只要有人试图找到穿着红裙的花子 就会被当成替死鬼 溺毙在马桶中 美夏此刻全然不顾这些 只见第三扇门突然打开 随后又自己悄悄关上 周围充斥着清脆的神乐铃声 美夏见状来到门前轻轻敲门 里面顿时响起一阵清脆的笑声 是花子小姐吗 美夏这样问着 见到隔间打开 他连忙四下查看 似乎感觉到头顶有人 美夏抬头仰起一张笑脸 彼时清脆的笑声再次响起 伴随着神乐铃声 美夏腾空而起 彻底消失不见 久久等不到美美回家的亚树 奉母亲之命接美夏回家 却意外在旧校舍门口 遇到正在地上画着符咒的阿姨 此时校舍大门再次打开 原来就在亚树来到之前 被留下来打扫卫生的江泰和岩府 也偷偷潜入 他们在老旧的标本室里 抱着骨架四处乱转 丝毫不惧怕那个有关人体 模型的都市传说 他们计划着将模型放到校长室 却没有发现 玻璃罐里的标本正在缓缓移动 就在他们胡闹时 亚树发现妹妹的室内鞋挂在门上 不过阿姨阻拦 她果断进入房间 却被从楼梯上掉下来的骨架吓了一跳 看清是江泰二人的恶作剧后 她不由的脸色难看 转身向二楼走去 这时 门口的阿姨察觉到身后大门悄然打开 她来到门前 正好看到一名小女孩跑过 对方穿着衣袭红裙 清脆的笑声正和卫生间里的一样 阿姨想要叫住对方 却不料将自己推进火坑 看着骤然紧锁了大门 她倍感无助 更是被从天而降的东西吓到不由的大声尖叫 要说双胞胎就是心有灵犀 校外的小军在便利店的冰柜前发现异样 连忙跑到学校查看 此刻 旧校舍里怪事贫生 亚树来到妹妹消失的卫生间 看着第三个隔间大门紧闭 她不由的也敲门询问起来 诡异的神乐铃声再次响起 好歹召唤仪式还没有完成 她就被一声尖叫带走 原来是严辅两人发现了躲在柜子里的阿姨 她声称自己被精灵追赶 大家却认为她在胡说八道 听到亚树询问妹妹下落 阿姨不知消息有误 连忙将自己刚刚看到的情形如实讲述 为了妹妹 亚树壮着胆子独自前往 剩下的三个小孩向着门口走去 却发现此刻大门紧锁 在二楼徘徊的亚树在走廊的镜子里发现端倪 妹妹的身影一闪而过 她刚想上楼追赶 却被突然出现在身后的短发女孩吓了一跳 通过衣着判断 她显然不是阿姨刚刚见到的女孩 但发现众人都能看见她 亚树悬着的心才堪堪放下 虽然女孩神出鬼没 好在不是吓人的鬼怪 女孩告诉众人自己名叫香枝 一群孩子中她最为年长 还没等她发话 亚树却看着大家感觉莫名多出一人 就在这时 一只浑身通红的妖怪出现在江泰身后 据说只有小孩子才可以看到作夫童子的模样 虽然对孩子们没有恶意 但随着她的出现 孩子们感觉周围熟悉的伙伴中多出一人 果不其然 妖怪虽然没有攻击大家 众人还是被她吓得落荒而逃 江泰不明就里 只能跟随大家一路狂奔 一行人来到大门口 正好遇上寻求班主任帮助的小君 只是整个房间太过诡异 不仅房门紧锁 外面的人甚至不能透过玻璃看到大家 小君只发现了哥哥的书包 根本没有见到对方的身影 房间内的孩子错失唯一的求救机会 只能继续在校舍里寻找出口 此时 严父母亲也收到江泰家长的电话 她这才得知孩子并没有回家 天色已经漆黑 校舍内的孩子们点燃蜡烛四处搜索 江泰却意外发现自己的万代丢失 无奈三名男孩在房间的角落里寻找 两名大孩子举着蜡烛来到二楼 睡了亚树刚发现一只崭新的室内鞋 附近就传出沉重的脚步声 孩子们身材还小 根本看不清来者的脸 只见一只巨腿犹如擒天柱一般不停移动 两人被楼道巨人吓得纷纷堕藏 但对方依依不舍 竟趴在杂屋室门口不愿离开 探出脑袋 查看的亚树和对方四目相对 一时间惊惧不已连忙后退 可谁知身后不知何时变成无底黑洞 亚树瞬间腾空 向着深渊不停下坠 这时 留在实验室寻找晚代的江泰 也在桌子下的角落里有了惊喜发现 只见被封在玻璃瓶里的青蛙莫名出现 坦熊怒腹地向着江泰展示自己的身体结构 孩子们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对 看着无故移动恢复原位的骨架 严腐还没来得及吃惊 就被从第二人降的虫子袭击 同时阿一慌不择路 一头扎进解剖模型的怀抱 看着那些不停跳动的器官 这不正是传说中的人体模型吗 此刻见到真容 阿一简直被吓得魂飞破散 房间里顿时乱作一团 大家好不容易将阿一救下 连忙躲进一旁的小仓库 还没等喘云呼吸 解剖模型破门而入 吓得三人尖叫连连 不知躲了多久 缝隙外亮起灯光 看到居然有孝公前来收拾残局 孩子们顿时大喜过望 连忙要求对方带自己离开这片赤飞之地 可谁知对方充耳不闻 将收拾房间的重任交给三人后便消失不见 孩子们追到走廊发现 孝公已经无影无踪 不由得紧张万分 来不及寻找卫生间 江泰直接在走廊上留下标记 就在他们拼命逃脱的时候 严父母亲骑着电魔赶到 正好和即将离开的小军 班主人两人相遇 小军坚持众人被困在老校舍 就在三人激烈辩论时 掉进深洞的亚树 竟然灰头土脸地从垃圾通道出现 他卡在出口不停求救 班主人急忙上前将他拉出 经过好一番清洗 亚树告诉班主人 所有人都被困在旧校舍里 无路可去 班主人将信将疑 却被小军的激将法煽动 跟在众人身后前往旧校舍 路上 小军从书上撕下一页符咒 交给亚树用来保护自己 一行人原来还不相信 所谓的闹鬼传说 但在看到门锁自己打开后 有些毛骨悚然 班主人一边嘴硬 一边打开大门 却没料到 大门将四人隔开 班主人和亚树被锁在屋里 门外的两人却无论如何 都不能进入 班主人对此并不知情 此刻亚树也不见踪影 他只能打着手电 小心翼翼寻找学生 这边亚树率先和伙伴们会合 班主人寻着声音找来 却将那个红色小妖怪 一同带来 作为成年人 他看不见妖怪 对孩子们害怕自己的行为 十分困惑 不停追在大家身后 询问原因 孩子们四下逃跑 阿姨将自己所在雕塑室 说什么都不让老师进入 班主人无奈离开 只注意门外动静的阿姨 根本没发现 屋内所有泥塑开始不停融合 变成一只只灰色泥手 将他拉入地底 同时 躲在柜子里的江泰 更是在音乐教室看到诡异一幕 墙上的音乐家画像 让他想起画像的眼睛 这个故事 还没等仔细观察 藏在桌椅后面的香肢 率先出口 江泰连忙凑上去 和对方互相打气 和香肢的独自接触 让他小鹿乱撞 但之后见到的幽灵乐团 却将他心中的小鹿 彻底吓死 这时被困在门外的小鹿 在电魔后视镜里 见到哥哥 阿姨被拉入地底后 身处诡异世界 他告诉兄弟 有一件镇住恶魔的东西 被人破坏 现在必须要找到那件东西 可问及究竟是什么东西 阿姨就一问三不知 在哥哥的强烈行丘里 后视镜骤然碎裂 小鹿意识到事关重大 一头雾水的两人 决定寻求帮助 小鹿留在学校 用石灰粉绘制符咒 鹿父母亲则骑上电魔去搬救兵 就在他们努力救人时 房间里的大家也在积极自救 已经逃跑过一次的亚树 轻车熟路带领鹿父进入杂务室 可这次不知哪里出现差错 深洞竟然消失不见 两人不仅寻找 却被突然出现的电火花下道 面子上挂不住的两人 因此恶语相向 亚树被话语刺伤正打算离开 却遇到从音乐教室 跑出的香织与江泰 寻找孩子们的班主任 倒是先见到神出鬼没的孝公 他一眼认出对方就是当年的员工 可看着对方多年容貌未变 班主任竟然毫不怀疑 甚至还倍感亲切 不停帮对方整理走廊 孝公对此十分感动 示意他孩子们就藏在杂务室 果然班主任一开房门 挤成一团的孩子们瞬间出现 身后的孝公不停教训在走廊上 不讲卫生的孩子们 说着说着竟从口中吐出 模样树大的蜘蛛 班主任浑然不知怪物就在身后 还在狐假虎为的洋装生计 孩子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还毫不知情 直到千细尖锐的截肢戳向他的肩膀 他才恍然大悟 连忙和孩子们拔腿就跑 一路上孩子们纷纷吐槽 老师总会带来妖怪 班主任来不及回答 带着大家冲进一间教室 可谁知房间里的一切竟然上下颠倒 在红色小妖怪的动作里 天花板上的桌椅纷纷掉落 班主任连忙将孩子们护在身下 眼看最后一套桌椅即将砸中 亚树集中生智拿出那枚符咒 谁知竟然真的管用 桌椅悬停在半空丝毫不动 这让班主任感觉如获至宝 开始和亚树抢夺符咒 脆弱的纸张经不起折腾 一分为二 头上的桌椅也随之掉落 亚树见此不由地埋怨老是鲁莽 班主任却抢过另一半将纸张拼合 随着缝隙对齐 白纸瞬间发出荧光 最后竟化成一只蝴蝶 带领大家向着未知方向前进 另一边和大家跑散的严福二人 被头顶的蜘蛛男下的慌不择路 冲进房间 房间内灯光明亮 地上却满是水渍 不远处 一名白衣女子坐在椅子上悠然转身 二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惊 只见对方伸手将脸上的口罩摘下 我漂亮吗 猎口女张着血喷大口这样问道 严福两人意识到对方来者不善 想到如果回答对方自己也会惨遭裂口 他们拔腿就跑毫不停留 蝴蝶带着班主任三人来到满是杂屋的房间后 消失不见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身旁的玻璃柜发出声响 定睛一看竟然是消失多时的美夏和阿姨 此时班主任发现孝公的照片 他意识到这里就是对方老巢 果然没等众人离开 孝公就顺着房梁突然出现 大家被吊在面前的蜘蛛人吓到 不停用杂物攻击怪物 直到孝公的眼镜掉落 他们才看清这不是普通的眼镜 镜片就是一双灵动的双眼 此刻正在不停乱动试图观察大家 见此情景 阿姨在众人的怂恿下踩碎镜片 孝公因此失去方向 彻底抱走化作怪物 似乎是闻到电梯里孩子的气味 他精准找到躲藏起来的江泰二人 经过一番追逐 江泰他们拼死和大部队会合 班主任带着大家向最后的出口跑去 此时校舍外面也聚满大人 严辅母亲搬来的救兵将学校翻了个底朝天 所有破损带修复的物品全数出现 小军在破碎的陶土雕像面前停下脚步 十分笃定地选择将他放在阵眼中开始拼揍 他深知时间紧迫 却不知校舍里的众人正在被怪物追赶 幻化成巨大宠怪的孝公 令大家尖叫连连 不由地在走廊里四处乱撞 在相知的带领下 班主任找到一扇被砸物封死的大门 经过一番收拾 铁锁瞬间出现 眼看着怪物即将接近 孩子们连忙在身后架起防护 等待班主任将锁链砸开 为了拖延时间 也为了拯救同伴 导弹鬼江泰灵机一动 利用漏电的电线攻击对方 也看着怪物发出怒吼 不停拼命 大门终于在最后时刻打开 可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却是无底黑洞 就在众人犹豫不绝时 外面的操场也是人声鼎沸 大家看着散发出光芒的雕像 惊呼不已 巨大的法阵开始发光 站在中间的小军动弹不得 一阵强风吹过 无数道金光从老教学楼里飞出 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天际 原来就在最后时刻 班主任终于下定决心 率先带着昏迷的美夏 跳入黑洞 孩子们看着老师化作金光消失 迫于身后怪物逐渐逼近 只能纷纷效仿 可神出鬼没的相知 却迟迟没有动作 江泰想抓住她一起离开 谁知双手竟然穿透她的身影 江泰终于意识到 这个神秘的女孩 根本不存在于身边 看着对方的笑容 一股神秘力量将她吸入黑洞 你一定要记得我 这是她临走前 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随着孩子们逃出校舍 屋内所有的一切 在光明中恢复正常 屋外的法阵也不再发光 成功逃走的大家落入泳池 不明所以的江泰还惦记着相知 于是连忙赶回旧校舍门前 不停拍打门板 试图将对方救出 直到严父母亲说出真相 原来教学楼里的相知 真的不是人类 刚刚她接到电话 因为骨癌住院的相知 已经离开人间 这是孩子们第一次接触死亡 这种沉重话题 一时间都难以承受 哭作一团 随着今夜的奇幻之旅结束 破碎的陶土雕塑恢复如初 经过一番波折的大家 解下深刻的友谊 他们将那份探险藏在心底 但还是趁着假期来到学校 在门口放上一书鲜艳的向日葵 纪念他们远去的朋友 全篇完 本篇作为上映于1995年的 此一类恐怖片 以孩子的视角进行探索 带我们领略了许多造型 奇特的日本怪物 其中穿插在影片里的 都市怪谈家喻户晓 比如开图的玛丽的电话 鬼娃娃花子 以及猎口女和作夫童子 都是与小孩子相关的都市传说 并且出现在走廊上的楼道巨人 也让小吉想起大名鼎鼎的八尺大人 只是不同于八尺大人 只对男孩下手 这里的楼道巨人 见面十分礼貌温和 不知道大家的学校里 有没有流传过什么怪谈 欢迎各位和小吉在评论区好好聊聊 瞎看不白看 如果还有什么好玩的日本恐怖片 记得一定要和我分享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